大家好,今天继续为大家来读孙子兵法,纪片 今天讲两句话,静而是之远,缘而是之静 和利而幼之,乱而去之 我们详细来讲解 这个叫战略欺骗,核心就是使敌无备,让他没有防备嘛 因为他如果有防备我就没有胜算了 如果他没有防备,而我全部力量透支过去,他就垮了 著名的案例就是韩信木英杜江的故事 在楚汉乡争的时候,刘邦形势不大好,魏王豹就想转会 是一个藩王嘛 他以母亲生病为由向刘邦亲家回家,然后呢就投奔了巷子 刘邦很生气,就派韩信去攻打那个魏王豹 在邻近这个地方和魏王豹隔阂相聚 两个军队隔着一条河来互相对抗 韩信只收到一百多条船 在江边一字排开,每天都做事我要渡河 魏王豹呢就严正以待 韩信呢他没有在正面作战 他偷偷的安排人去买一些木头和一些其他的材料去做一个木鹰这个东西 木鹰是什么?木鹰就是一种容器 肚子很大,嘴巴很小,装水的那种木头罐子或者是瓦罐子 他去买了很多这样的东西,带着大部队转到了下阳这个地方 他的上游,用木鹰来去扎一个皮筏子和一个这种过河的木筏 然后从下阳渡河去偷袭了安逸,打魏王豹一个侧翼去打的一个措手不及 魏王豹听说韩信要在下阳登陆就会问啊 非常惊讶,他说下阳没有船呢?他哪来的船呢? 这就是以没有替代品解决问题的这种思维方式 没有船不等于没有渡河的工具嘛 韩信这就是远而失之近 我要从远处打你,但是我从近处再给你演戏 那竟然失之远也是一样啊,在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时候 吴国和越国两个国家也是夹着一条河来相互对抗 越国呢就派士兵在上下游相聚无礼的地方夜里啊,鸣鼓而尽 就是经常敲那个战鼓 吴兵没办法只能就分兵去救嘛 他不知道他从上游还是下游去打 所以他只能分兵去互相来进行救援 而实际上啊,越国的人之所以晚上要来进行演戏就是因为他派去的人是国很多,人很少 是虚张绅士 等到吴国派兵去分着旧的上游或者下游的时候 越军的主力从正面渡河 直取吴中军,打败吴国 这也是虚张绅士深冬即西的计谋 双方其实都明白 但是绅士也不一定就是虚张的 那深冬不一定就一定会即西,也有可能他即冬啊 就像是发点球一样,其实守门员知道你用假动作会来还我 但是那个假动作又有可能是真动作 是你假装做的假动作 那么真真假假到底谁能赢呢 对于射门的人来说 你既要射得很,如果你自己一脚踢飞了 人家怎么射你都进不了嘛 那对于守门员来说反应要快 还得也要有一些运气 而且守门员其实也可以用假动作来去骗那个射门的人 那么前锋和守门员平时你训练的时候训练什么 那些足球运动员难道就专门练假动作吗 当然不是了 他要练的是什么 第一要练体能 第二要练技术 第三要练战术配合 这才是战斗的本质 说韩信能够打仗啊 在史册记载的都是一些奇谋技巧 给人很大的误区 以为打仗就是打这些奇谋技巧 而本质上将军就像是总经理 运营管理才是本质 那些细枝末节看上去很枯燥无味的东西 那才是管理的本质 所以韩信说刘邦只能带兵十万 多了他就带不动了嘛 而韩信带兵是多多益善 给他一百万军队 他指挥起来就像是指挥自己的手臂一样 自入 这才是韩信真正的本质 体能技术和战术配合 那结合在我们的团队管理和经营当中 就是你的水平你的能力以及你的团队组合了 所谓三十六级你只能当个故事听啊 千万别把它当做真正的战争 曾国藩曾经对韩信木英渡江的真实性 也表示过怀疑 他说拿瓦罐子和木罐子扎成法子就能渡河 基本上不可能 因为曾国藩本身就是一个军事将领 他还怀疑韩信的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拿那个土袋子去在上游拦一个零食的水库 然后下游水不就少了吗 让敌人渡河 渡到一半的时候 土袋子一下子拿开 把那个大坝放出来的水把敌军给淹了 曾国藩说 这种水库大坝可不是一个人任意带土 就能把它给造起来的 更不可能一下子就把它拿掉 所以谁去撤掉这个土袋子 又怎么撤呢 就根本不可能的事 曾国藩说 我们乡军有的时候打仗的时候 我看到文人写的一些报道 我都拍案交绝 我都不知道这场仗 原来是这么打的 太神奇了 他指挥战役的肯定不是我 他还总结说 我还在 战报就已经面目全非 到我都不敢相信了 那么太史公 也就是司马迁 他说司马迁也是文人 他去寻访韩信的故事 也难免会有猎奇和轩软这种事情 计策其实就那么两下子 双方都读过兵书 每次打仗都必然要用那些计策 比如说我要打哪 我一定会向方设话的骗你 我要打别的地方 我也晓得你肯定知道我在骗我 那这个时候我也可能晓得 你有可能让我误以为在骗你 其实我没骗你 我真的就在打那里 所以计策来来回回 没有真没有假 只有自己的判断 所以那又怎样 踢球的每一步都有假动作 但是那不是赢球的本质吗 原文 力而幼稚 乱而去之 李全助解叫 敌贪力逼乱 乱则可去之 战力还有前面所说的 那个李牧打败匈奴的事 我们昨天讲过的那个故事 尖必轻也十年闭关不出 把敌我双方都给憋坏了 我方的将士 真的是每天 好吃好喝好训练 都想上战场去报告国家 而敌方的将士也别坏了 他兼必轻也啥也没有 十年了都抢不到东西 穷死了 所以这个时候李牧觉得 可以打了 他这一战是 无战者一 一战而定的战 他倾床而出的来进行决战 这是他选择的决战 对方根本不晓得这是决战 李牧先是 把量的 把一些畜牧的东西 牛啊羊啊 赶到满三遍也都是 放牧的人到处都是 匈奴小谷人马入侵的时候 李牧就假装失败 故意把机前人都丢弃 给到匈奴 匈奴抢东西抢了红了眼啊 然后他的 蝉鱼听到之后 非常高兴 就帅大部队前进 李牧这个时候就补下旗阵 左右夹击 打破匈奴十余万击 就打败了 东湖 然后收响了灵湖 把蝉鱼逃跑了 在此后的十多年里 匈奴都不敢去接近赵国的边境 贪是人性的一个很大的弱点 春秋时期 勤募公文千书 他说 我怎样才能称霸天下呢 千书就是他的一个谋臣 千书回答说 伏霸天下者有三界 你要想称霸天下 有三件事是不能做的 叫无贪无奉无疾 千万不要贪 千万不要急躁 千万不要动不动就生气 贪则多失 分则多难 急则多绝 意思就是 你要如果贪心的话 那就会失去很多东西 如果你容易愤怒的话 你就容易有一些困难 如果你很急躁 就会摔跟头 你查利害大小儿徒之 哪里需要贪呢 将心比心换为思考 衡量彼此 哪里需要生对方的气呢 斟酌事情的缓急 从容安排计划 哪里需要急躁呢 你能持这三条件 拔也就紧了 所以下判断 做事情要把握两条原则 趋利和避害 趋利和避害的权重 至少应该是50对50 应该是相当的 但是往往都比成了7比3 甚至比成了9比1 为什么 因为利益往往在明处 在眼前 你让人激动 而害在暗处 在远处 让人心生侥幸 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 去做一些利益极小的事 而隐患极大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利益马上可以得到 而那个害 明明白白存在的 害 他却不可救药地认为 不一定 就跟超无一样 看到一直涨 他所以就追高 追高之后就 下跌 然后就杀跌 得一定是这样子 不贪心就不会上当 所有的骗局 都是从贪资入手 这个骗局 可不是别人来骗你说 什么工地上挖到宝 你去挖宝 不是 是你自己骗自己 一看到利 人就会开足马力的 去欺骗自己 那吧 没事吧 你看 不要让自己的欲望 来左右你对于利益的判断 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